这个周腕颜方向跟耳鼻沿通 只要把它驱隔 就是周腕颜的时候 不要去管耳跟沿通 周腕跟沿通的时候 不要去管腕颜方向 把它分开就好了 那周腕跟沿通 各位前前教说 周腕颜方向 腕颜方向 只要你这个时间久了 因为腕颜方向时间一久 我们那个决限 那一种不离当处长暂然 那个不生不昧佛性本体 它自然而然一直延伸 一直宽广 所以那个灵敏 会很呈现敏锐的程度 比如说我们已经在这种状态之下 然后在隔了蛮远的地方 有人突然在关门 我们会下道 那个就是神 下道是我们的神 眼神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就了解说 原来我们的神已经到达那个地方 已经出来那个地方 那我们周腕颜方 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把我们局限在身上的 我们一般都认为佛性就在身上 可是那个耳边沿通就是要把他整个扩充到整个西空 所以近西空骗法界都是真心佛性 然后那个耳边沿通从开始静静的慢慢的延伸 就是一直到达很宽广 不要疼 要到我们自己能够寥寥不明的程度 才慢慢熟悉以后才慢慢延伸 这样就正确了 所以不要同时做 做的时候一定要分开 这样才有效果